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委员委员 委员好 大家好 另外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老师好 何荣好大家好 还有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老师好 何荣好大家好 另外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校伟校伟兄 何荣好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呢 就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5月30号他亲自主持了国安委的会议 国安委呢其实就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 而他特别提出了警告他认为国安最重要 而且提醒大家做好最坏准备 习近平怎么说 他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兼具程度是明显加大当中 所以要坚持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而这次的国安委的会议呢 大家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国安委的副主席 从原来的两位 一位是这个国务院总理 那么身兼副主席就是李强 还有就是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之外 现在又增加了一位书记蔡奇 大家也在关注的是为什么蔡奇 会增加列为第三位的这个副主席 而且呢据说是连意识形态 包括习近平的安全呢 全部都在他的执掌范围 好说到了风高浪急 惊涛骇浪这八个字 其实曾经就出现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报告当中 当时二十大呢就提到了说 也是必须要增加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然后呢做到居安思维未雨绸缪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好看到了习近平呢再三的强调这八个字 提醒大家要做好准备 而且是做好最坏准备 我先请教一下江委员您如何解读 其实二十大的时候 习近平除了讲这个之外 他在二十大那种基本上是强调安全带于经济 过去中共在开不管是十九大十八大 甚至更早以前几乎强调都是经济 一律都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为优先 很少会谈到什么风高浪急 或什么极限思维 或者是底线思维 但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经过了2016 2018 尤其2020之后 拜登上来美中之间的对抗加剧 而且这种对抗都是实际上面的竞争对抗 甚至到围堵 已经不是说嘴巴讲一讲而已 所以二十大 尤其是习近平他进入第三任以后 他强调的是整个国家安全的思维 安全的关 安全关已经取代过去经济发展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地缘政治在中美之间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地缘政治变重要 俄乌战争又在进行台海又有兵士兄战委的时候 当然安全是第一的 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演习 在周边演习几乎都是针对他 虽然他自己也演习 可是所有的演习几乎都针对他 所以他提出来 以安全为他最重要的考量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这个第一个 对外就是告诉你说 我不是弱 对内也是告诉民众说我们不会软 不管他有没有要转移内部的问题交点 可是他对内对外 他做这样子的意识表达 说风高浪急 劲刀骇浪 我们要采取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whatever就是做好相关的应对准备 我觉得这个对内对外都有他想要表达的意义 那至于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产生 这个我们差强左右或者后面的影响的话 还要再观察 可是美中之间的竞争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他后续还会持续的加强 现在大家关注也是说后续 就是执政当局 北京当局这边有没有实际的一些做法会落实 那大家也有看法是指出说 就像刚才委员所分析的 这个国安现在是凌驾在经济之上 那预料呢在大陆内部的治理 会不会有一波收紧的态势 这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 还有就是特别把国家安全单独的凸显出来 而且现在提升到了民族复兴的根基这个高度 那您研判这样的思维 以及接下来相对应可能会有哪些做法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 国安的概念是全面性的 它不是单纯只有军事或安全战略 那当然当这两个层面出现状况跟挑战的时候 它特别当然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可是在现在这种非传统安全 经济的甚至外交地缘政治 都是跟国安有关 是我们甚至在台湾连少子化都认为是国家安全议题 对不对 那我在选举的时候都还提出这个围老都根 因为所有的房子都老的时候来一个地震 那就是国安问题 因为未来的影响性是有的 所以它的涵盖面是很广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蔡奇会加进来 因为它是就是等于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实际上由它加进来 负责实际的这些计划的这个推动 那我觉得另外两位分别他们的职位都不一样 那有可能是这样考虑 同时呢 从国安到经济 当然现状你看 我列一下在国际跟两岸层面 你看北韩试射这个飞弹 然后呢日本防卫费加倍 那在南海 美国的侦察机靠近这个中国的这些岛屿跟这个军机的训练区域 李尚福现在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 那不断的美国这边要求跟他对话 但是他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是被美国制裁的 从2018到现在 那G7通过一个警告中国经济胁迫 然后呢美国还通过一个在APEC 把这14个国家包含美国一个印太经济框架 也就是要去等于是排挤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你觉得这整个讲下来 你不觉得中国在一个其实蛮大的这种国际跟区域的 紧张情势甚至压力之下吗 所以他讲的这种情势的这种紧迫 你当然可以感受得到 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处于像中国大陆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概老抖的开了 不知道几次国安会议了 所以国安会议有这种信心喊话 当然也有国安准备 那两岸的层面我觉得这里面 他当然也会有提到 那两岸层面但是整个放在 他的这个国安的这种安全到经济 到国际到区域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但是并不是全部 OK 我们现在看到说中美两国 好像都把国家安全已经放在第一位了 而且是重中之重 那另外在画面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 一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陪敏兴他就提到他说当美中两国都用相同的手段 也就是把国安放第一 至于经济之前 用同样的战略同一套剧本 但是不可能对双方同样有效的 意思就是说伤敌1000但是自损800 大家都觉得有效 美中都打出这样的弃伤拳 也都认为自己扛得住 而且打的那个对手一定会先倒下 但是以国安为核心的发展策略 他认为就成本上面来说 中国可能会附上的代价是比较高的 比美国高很多 而且中国很难缩小跟美国之间的差距 对于这样的观点 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个观点来看起来整个一个架构 当然就现在习近平他要去推这个所谓 在国安会议加在5月30号召开 其实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照理来讲 这个应该是不大会这么敲了倒鼓来开这个会议 但是实际上他面对了 他既然讲说有几个 有八个字 风高浪急还有惊涛骇浪 那显得意见的是 他们面临的不安 国家不安他们才重视这个安全 就像他们要搞经济 其实经济不好了才要搞经济 他要搞六保六稳 代表是就业不稳 他才要搞六保 经济就业失业率增高 他才要搞这个所谓六保 相对的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凸显到 其实呢这个习近平呢 他现在也要去针对呢 这个部分最美中的这个博弈之中 应该已经不是博弈 应该是一种竞争 对抗大于合作的 所以呢他当然 他提到说国安这个高于经济 他其实说以前我们记得 在中美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呢 其实中国是被挨着打的 这个美国只要关税多少 他只能配合 但是现在没有了 他现在反而呢 是从战狼外交 到现在等于是用经济的所谓的 这个胁迫来代表怎么样 他要自于美国不受自于美国 他要开创 他属于他自己的 一个国际秩序 包括是这个经济秩序 或是说军事秩序 或是说政治秩序 所以你看到在Z7召开的时候 他呢他也在中亚峰会在搞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中亚峰会 那这样看起来是在做一个对抗 跟一个所谓的一个竞争 不过说到这个竞争激烈之下呢 当然先前有看到 所谓的去台化这样的论调 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地缘风险 有这样的讨论 而最近呢 日经亚洲还有英国金融时报 都联合报道了说 去台化其实是没这么容易跟简单的 因为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地位 是不可或缺的 就算台湾只是受到大陆的 这个解放军的封锁 而并不是实质的攻击 都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 非常严重的影响 好 所以呢 在讨论这些分散生产风险 西方国家要思考的是 比起中国脱钩 去台化付出的代价是更高的 小小兄 的确 因为其实台湾 现在的确在这个 晶圆代工产业上来讲 在全世界基本上 已经树立了一个 无可取代的地位 因为很多你看像现在 那个最近台积电很忙 对不对 鸿海也很忙 到处跑去各出设厂 像比如台积电 说把什么都要耐煤厂 去美国做 然后鸿海要去 威斯康辛设厂 或者说很多像什么德国等等 日本都有邀台积电去设厂 但如果说今天 只是说设了一个厂 然后这个产能就可以 移出去就所谓的这个产能 这个去台化 就能够把问题解决的话 那大家早就做了 那何必要等到今天呢 因为主要就是说 今天台湾 晶片产业能够 获得这么大的成功 有非常多的 台湾特有的一个因素 第一当然包含 这个政府的 政策上的支持 另外因为台湾 其实本身高科技的 这种产业 其实台湾的这个电脑的 或者说这种相关的 电脑周边产业 它的硬体很强 其实我们的软体并不强 我们的硬体很强 就是我们这个制造 那个部分来讲 特别像台积电这么多年 它已经在制程上来说 因为它 你要研发一个 更先进的一个制程 你必须要在原有的基础上 做基础之后 再去把原先的这个基础 去更加的这个微小化 所以也就是说 你很多东西 包含研发等等 都必须要在台湾才做得来 你不是说把这些机器 你今天买了 搬到那个美国 搬到德国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 马上从这个 比如说二十几奈米 进步到这个几奈米 甚至于进步到 更小的这样的制程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也重视到说 台湾现在在 这个全球的地位 那以前常常说 台湾有事 这个日本就有事 或者是说亚洲都有事 但现在可能是台湾有事 全球都有事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 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 政经博弈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 战略棋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可是最近看到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他们就向美国政府 提出了一份方案 这方案当中 是怎么建议的 美国智库规划说 美日韩出动 1500架的战机 然后轰炸中国大陆沿海 透过南北绞杀这样的一个战略战术 来袭击中国的工业 他们所提出南北绞杀 我们先来看 这构想就是针对中国华北 东北的原油储存库 还有石油生产设施来展开轰炸 这是北路 南部南路则是对于中国南部着重轰炸 铁路桥梁工业基地 目的就是将劳工困在南部 而且造成内部的混乱 好你可以看到的是呢 在这份报告当中呢 就表明说呢 透过1500架的战机 对着中国大陆沿海的工业地带 来进行全面的轰炸 但对于这份报告 中国的军事专栏 敖狼记 也特别就在30号 那么引述了这个兰德公司 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份报告 那特别就强调说 没有这么容易 是把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当成纸老虎看吗 有人觉得 当然没那么容易 第一个 没那么容易发生这个事情 因为以目前的状况 这等于是 如果这样子去攻打 那等于中美开战了 对 那因为台湾的事情 要造成中美开战的几率有多高呢 我们看一下乌克兰 乌克兰到现在 其实美方还是非常的克制 他就是坚持我不派兵 然后怎么样 我就算提供武器给你武克兰 你也不能让你打到俄罗斯领土领域 包括现在提供的F-16 他也是限制 他的这个飞弹也是在距离上做限制 所以武器的提供都是这样 他现在提供给台湾的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concent 就是避免造成两强 而且这就是superpower之间的冲突 姑且不论现在 中共在跟美国的军力差距有多大 可是他们只要一打起来那世界大战的 真是完蛋了 这恐怕都不是这些冰推能够想象的结果 到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台湾有事 世界有事 可是我要讲的是 就是因为台湾有事 世界有事 所以各国开始去做冰推 美国开始后来日本 后来澳洲 包括欧洲 大家连美国国会都直接在里面做冰推 为什么 就是台湾有事他们有事 所以这冰推的结果是他有对内对外的意义 对内当然自己参考 有一些我认为没有露出来的冰推 才是他们在参考 感觉好像是要把狠话先讲出来 要提高这个贺阻的力量 对提高贺阻 像这个杨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他会提到说上 兰德还提出这种南北绞杀的构想 把这个整个计划好像很具体的把它给拟出来 但是你看也遭到中国的军事专栏打脸 说这样做根本是 你要执行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兰德自己在他的封面 有关于这个冰推的报告就是说 这冰推不足以解释 如何去嚇阻真正的这种战争的发生 但是不同的冰推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告诉我们 基本上冰推只是一种假设的性 也就是说对于可能发生的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 不同武器使用的这种冲突或战争 你可以用什么因应 在你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层面的时候 这个是冰推的这个好处 那当然冰推 如果它是全面性会让这个参与冰推的人 以及知道冰推的结果 也知道说如何去避免 或如何去因应 在台湾当然要懂得如何去避免 美国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你看美国主导的那个G7在广岛 他有关于在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说还是以台海和平为最主要的这个价值 而且他们在对一中政策的立场上是没有改变 希望两岸的问题和平解决 这个我们在台湾的媒体比较少看到 G7国家其实都已经接受一中的 只是美国国家的一中政策不太一致 然后他们希望这个问题是和平解决 那刚才江主席所说的江委员 对不起 那他以前在楼下是做主席 然后呢 双方都是和五国 虽然中国大陆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报告评估 大概有400颗核子弹头 但是呢他的这个投射能力足够也是涵盖全美 所以基本上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的军事的介入 其实在美国自己都了解到 就跟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 他是希望去要避免介入的 所以才会在台湾的这个军售 以及防卫的准备上 希望去增加就是这个刺卫或不对称的这个作战 来去增加 以这种方式来增加可能解放军面临到的这种 这个考验抵抗或成本 但是实际上 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会真的军事介入吗 大家都在做演习 我讲一个中国大陆也在做演习 最近就是上个礼拜在山西的中北大学 跟解放军比较有关联的 他们在做从戈壁 从华北、华中、华南发射极音速飞弹 射成2000以及2000到4000 大概就是东风17、东风21吧 针对福特号的这个美国航空母舰群 他最后得到的结论 大概每发射24枚极音速飞弹 可以推回5.6艘美国的军舰 这里面可能包含航空母舰 所以你在做冰推等于是嚇阻我 我也在做冰推告诉你 区域的巨子并不是那想象那么容易突破的 所以我们在台湾千万不要引火自焚 这是最重要的 反正就是一来一往嘛 你嚇阻我 我也嚇阻你 不过虽然刚才江委员也分析到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一旦真正发生的话 就代表美国是参战的 美国到底介入可能性有多少呢 就是光以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要来协防的这个 现在都是一个问号 大家也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可能 不过之前听到说像备战才能够避战 我最近也听到一个说法是 避战跟备战是同等重要的 那大家都不希望有冲突 而且是不希望这个态势逐渐的升高 而在中美的竞争下呢 最近因为这个因应可能的冲突啊 也传出美军呢 他们计划要投注大概是51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1568亿左右 那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原本设计用来在深海作战的 维吉尼亚籍的核动力攻击潜舰 改成这个新式水下还有海床作战平台 夏宇宙海床作战平台是什么概念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就是说先解释一下 这Virginia籍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当时冷战的时候 美国开发了海狼籍的这个核攻击潜舰 核攻击潜舰它本身是不带核弹头的 就它没有那种弹道飞弹 它不是用来对进行那个另外一个国家 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毁灭这样的攻击 它是针对战术性的 譬如说如何去猎杀敌方的这个弹道飞弹潜舰 或者如何去猎杀敌方的这个水面舰 设计了这样的船 那后面因为这个船造价太高 所以他们造了一个那个降接板 那个Virginia籍 然后而且大量建造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海军 美国它整个国防部中 第二大的计划就是Virginia籍的建造计划 为什么 因为他们老的洛杉矶老的 要建造大量的Virginia来把它过去台湾掉 那他们现在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过去传统的核攻击潜舰的那个任务 很简单 就是找敌方的潜舰 就是找敌方的弹道潜舰 或找敌方的重要水面目标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它要面对的这个 那个作战环境目标更多元化 甚至有可能像这个在这种比较 那个相对来说潜水的海域 像比如说波罗的海上次不是发生 这个北溪二号被炸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其实基本上来说 都是未来就是要希望借由那种 类似像维吉尼亚级这种潜舰 它能够从潜舰本身 另外再搭配一些可能水下的这种 遥控的这种作战的这种系统等等 然后去达成这些任务 但是它原先最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 去找敌方的潜舰 跟找敌方的水面界的这个任务 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维吉尼亚级的潜舰 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它这个船越造越长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间不断地在增加新的船段下去 增加新的船段 然后让这个潜舰本身具备的功能性 又比原先更多 去比如说它那样的话 这些增加船段就专门设计 比如说可以用来收纳跟施棒 这些水下无人的这种遥控载具 或是这种 他们海床 所谓的海床作战需要的东西 但其实你要说真的海床 一艘这个潜舰 它最多最多了不起 潜达500公尺深 5到600公尺 很多地方的这个海床 早就超过它这个深度 但是它的意思就代表就是 用和潜舰可以在这样一个深度 长时间的这个悬停或滞留的情况下 然后进行更大范围的水下作战 OK 说到潜舰 这个台湾潜舰国造的原型舰 在今年下半年即将要下水 那知情人士透露说 为了要拼在9月份 要举行这个下水典礼 台船海舱厂已经把这个潜艇 基本船段完成像是组装 焊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接下来会配备这个潜艇战斗系统 控制船段 还有繁照段的风壳 焊接跟组装 所以请文家老师怎么看您怎么看 这艘国舰就是国产潜舰 这个原型舰的能力 还需要再加强哪些部分 是其实这个国舰国造已经喊很多年了 其实因为一句话来讲 两岸原生提不住 清咒一个万重山 其实当初在这个要准备国舰国造的时候 现在很多争议 包括其实国外什么也不看好 但是后来终于把我们力拼出来了 而且9月马上可能要下水 我觉得我们的国舰潜艇 其实我觉得它跟美国现役的一个潜舰 它基本上用同样等级的一个系统 因为它具有跟美国同等级的一个增监的应变能力 所以它可以精确的去搜索中国的核动能潜舰 所以在此时此刻 因为我们知道最担心的就是核潜舰的一个所谓它的威则效果 其实它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反舰 反潜 反潜这个部分 那此外呢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讲的一个系统 它之所以会具备这个所谓的这个收 这个征收的一个能力呢 是因为它的系统端里面呢 它配有这个战斗系统的一个整合跟声纳 数位声纳的一个系统 还有它的繁造端呢 它也配置了一个光电的望远镜 其实这整个部分对整个一个坚政是非常具有这个突破性 而且跟美国是同等级的 因此呢 看起来呢 如果说这个未来这个我们这个手梢的自治这个潜舰 如果下水的话 那我想呢 它就是会成为国军像非常有的一个战力 那当然啦 其实是比较可惜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不是这种核 这所谓的核潜舰 而是一种所谓的财电 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传统动力 对传统动力 所以可能在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传统的可能要在浮上面来 浮上水来做充电的动作 那如果说的这样子可能 现在做的部分是把电池 再把它这个所谓的它的时间用拉长 一般是到12小时嘛 那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电池的进行去改良的话 那可能就会让这个潜艇的这个效果呢 会更加的这个完善 OK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